大家好 我是阿利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葱爆猪肝 将洗干净的猪肝切成薄片 切好的猪肝清洗干净 洗出血水 清洗好的猪肝加蚝油 黄酒 少许的猪肝 抓匀 加适量的生粉 让炒出来的猪肝比较嫩 加适量的食用油 炒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切红椒切成片 生姜10克 切成片 蒜子一个切成片 金葱一个斜刀切成片 锅中水烧开 下入猪肝 煮开后 倒出 放入清水中 清洗干净 火烧热 加少许油 倒入生姜 蒜片 煸炒出香味 下入青红椒 青葱 炒香 放入蚝油 倒入猪肝 加生抽 老抽调色 加鸡精 白糖少许 大火翻炒均匀 炒至一两分钟 时间不能炒太长 否则猪肝容易老 出锅前淋少许油 翻炒均匀 关火